大家好,我是孫雲,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今天點題是頂到週五,你的問號 講一下港股的情況,今天港股相當反覆 高開之後,曾經回軟,一度跌到24,200點之下 不過氣候又回升,最後全日進漲137點 收24,481點,成交1042億 今天市做好有升有跌,方向不是太明顯 個別股份升,有些升得比較強,包括中國生物製藥 升成4.6% 以重磅股來說,有邦比較強,有1.8%的進漲 亦是貢獻最多恆治升幅的股份 好了,整個市情勢,今天市剛才提過,跌過一下又升回頭 最後全日升137點 昨天節目提到外圍,特別地緣政治,有很多壞消息 中印也好,兩韓也好,都是一般的 經過一天之後,兩邊的局勢仍然緊張 只不過,好像股市沒有事發生 無論是美股,昨晚也不影響 當然美股也遠一點 跟亞洲相距遠一點,不理 就算近於香港,也不多理會 早段跌過一下,但最後全日都能夠上升 為什麼會這樣呢? 會不會是跟特殊因素有關呢? 所謂的特殊因素,可能就是這個星期五 所謂的四期結算,有人說 有人叫做四重結算 亦有叫做四無日 說同一樣東西,美國方面 股票的期指期權,以及指數的期指期權 加上四樣東西 同一日結算,是星期五 四重結算是三個月一次 三、六、九、十二月 今個月就是六月,六月到四重結算 剛才提及過這麼多的衍生工具 一起結算,換言之 股市升升跌跌,對這幾樣東西同時有影響 可能是這樣的緣故 是否這樣的原因呢? 投資者不理其他因素 都頂住 頂住 頂住 平平安安 或者無風無險 無驚無險 就通過這四重結算為止 所以點提 頂到週五 一個問號就是這個意思 是否這個因素 令到今天指數沒有關係 跟所有東西都不理 照升呢? 特別是美股,昨天再升了 再升2% 這陣子的形勢都是一般的 特別是疫情方面的消息 都是一般的 但是照升 在美國頂住之下 港股升 先頂住 這是其中的原因呢? 第二個原因是 除了技術性因素 是否和聯署局 浸淫於聯署局 這星期初 說去買債的消息 仍然大家非常開心 所以不理其他消息 是否這樣的原因呢? 這是第二個原因 換言之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可能接下來 一兩天都會浸淫於四重結算 或四期結算的影響之下 就繼續放著 特別是美股 繼續放著高位 令港股好像沒有什麼方向 今天可以說 沒有什麼方向上落 一直在五十天線和一百天線上增持 五十天線就是下面 今天站在二四零六百 二萬四千零六十八點 一百天線就是上面 二四八八五 一直在上落 只不過剛才說的 頂到周五問號 周五之後會怎樣呢? 周五之後 現在初步看 大家要留神一點 小心一點 第二天的原因就是 聽回昨天鮑威爾說的話 大家都要對美國的聲勢 提高警覺 甚至於 美股方面的聲勢提高警覺 因為 鮑威爾昨天說的說法 有幾方面值得留意 第一方面 美國經濟仍然有很大的不確定性 對美國經濟的看法 仍然覺得是一般的 起碼是不確定 沒有市場人士看得很樂觀 現在市場人士看得很樂觀 所以說V型反彈出現 雖然不少人覺得未必是這樣的情況 但是對於散戶 以至對沖基金來說 它的買賣方式 都反映他們覺得 美股或是甚麼經濟出現V型反彈 特別是對沖基金 現在最新的資料顯示 他們的股票持倉的比例 去到2018年以來最高 換言之 對沖基金是拿行貨的 那 這樣的情況 仍然拿行貨 明顯 聯儲局 特別是鮑威爾昨天說的說法 是有出入的 這是第一個大家要注意 第二個要注意 就是 鮑威爾被問到 現在美國的情況 疫情 你們的預測有沒有 就算入了這個因素 鮑威爾就說 他們其實沒有算入 今年灑開時間 可能出現第二波疫情的情況 換言之 現在預測今年 經濟萎縮6%以上 要到2021年 經濟才全面復甦 這個 大家覺得比較淡淡的預測 即使是這麼淡淡的預測 其實都還未算入 第二波疫情的爆發的可能性 但是正正是 美國的疫情 就很有可能出現第二波爆發 至少近幾天 數字 令大家 要看起來 都有點 心驚驚 包括什麼呢 今天最新數字 單日的新確診人數 去到25000 25000的數字 之前節目也提過 25000的數字 是高的水平 又去到 五月初的時候的數字 換言之 疫情又重新 上回五月的時候的情況 這是第一個數字 新增確診人數 第二個 累積數字 都挺驚人 220萬以上 220萬人 已經感染了 這是第二個數字 第三個數字 就是 已經逼近 死亡人數 逼近12萬 最新是119000 其實之前已經是多了 非常厲害的數字 一次大戰的時候 死亡也沒有那麼多 已經是這樣的 現在再進一步 逼近12萬 非常令人擔心 換言之 疫情的情況 爆威爾還未進入 但是美國疫情好像已經出現第二波 這值得大家留意 第二樣值得大家留意 所以就是兩韓的情況 以至中印的情況 都被大家預期為惡劣 其實中印 昨天還說衝突 我節目裡面 那時候 向大家說的數字 就是3個 現在說一說 印度已經死亡20個 可能進一步增加 印度說中國也死了很多 死亡幾個 中國就一直沒有公佈 總的來說 這次衝突 出現死亡 1975年以來 第一次出現死亡 換言之 形勢是緊張 兩韓繼續緊張 又說要進行軍事演習 在邊境進行軍事演習 又說要重新部署兵力 北韓方面不斷罵南韓 又將以前 對韓關係變成對敵關係 重新定性為兩韓關係 敵對的狀態 整個形勢非常緊張 恐怕特別是南北韓這件事 會繼續升級 之前大家 常見的 都害怕的事情 會再次出現 包括什麼 核事 射彈套彈 都會再次出現 所以整個形勢 會持續緊張 在這種情況之下 剛才說過 今週五之前 很有可能 恒新指數 會繼續維持在 五十天至一百天線上上落落 但是 過完週五之後 四重結算 結束之後 很有可能 會再次考驗支持 到時候 再次考驗 五十天線可能性 是大的 所以大家留意著 講到這裏 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的收看